跨境培训加运营服务 助力杨主播把流量变为真金白银 我们现在服务的很多都是海外客户 从营销到支付物流仓处 跨境电商服务生态圈 如何跨出新机遇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才会决定要到夺 抓住什么东西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 服务贸易的新趋势 跨境电商能够快速整合 全球物流 商流 资金流 信息流 做进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 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融合发展的新兴全球经贸业态 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88万亿元 同比增长11.5% 这份成绩单的背后 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 如何互促共进 让买全球 卖全球 更加便捷顺畅呢 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眼前这个年轻人叫刘若阳 他正在向这位学员传授 如何通过拍摄短视频 展示这款中国生产的咖啡杯 这个其实也只是我们工作里面 很小的一个部分 我们主要的工作 还是去跟达人进行一个交流 去跟达人去沟通 他的视频应该怎么拍 因为他们还不够那么成熟 不够像我们国内这样的直播 还是说短视频这么成熟 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些经验 传递给他们 视频拍摄结束后 刘若阳迅速与菲律宾海外团队联系 沟通当天晚上的直播安排 刘若阳所在的公司 是杭州一家专门为跨境电商 提供服务的企业 除了培养海外带货主播达人 还开展跨境电商运营 品牌管理 供应链 营销创作和财务分析等 一揽子的服务业 刘若阳的团队共有13人 除了他 其余12个人都是外籍员工 最近一个月 刘若阳新培养出的外籍带货主播 已经在海外卖出了超过8000件商品 销售额达到35万元 我们现在服务的很多都是海外客户 我的服务的客户可能是美国客户 但他生产的产品 他可能来自中国的订单 是这么一个关系 就大多数我们现在接触到客户 其实还是离不开中国生产的产品 董文达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他告诉我们 与国内直播带货的激烈竞争不同 海外的短视频和直播商业化程度并不高 依然是一片蓝海 市场空间巨大 为了寻找到潜在的网红达人 董文达独辟蹊径 瞄准了会英文的国外客服人员 他们原来的一般的收入 一个人员的收入大概是 3500 4000人民币 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 我们把这些客服培训成主播 它的收入从4000人民币 可能提高到了7000人民币 真金白银的收入增长 吸引了大量海外学员纷纷加入 最近两年这家公司已经在美国 英国及东南亚等地建立了海外团队 接下来还打算开拓巴西和墨西哥的市场 杭州是我国第一个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目前集聚的全国三分之二 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平台 服务着全国70多万卖家 就在董文达忙着把素人培养成 带货主播时 在杭州 却有人把目光瞄准了 已经在海外声明确切的网络主播 然后我也很荣幸 你这次希望我们能帮你在欧美做一个布局 今天也带过来了我们的那个项目经理 然后给你做一个呈现的营销的方案 看看怎么利用海外的红人 在欧美去重新给你们定义你们的产品标签 这是一家专注于跨境出海账号运营 红人营销推广服务的新型互联网公司 欧阳天是这家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的商务对接负责人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海外知名主播和国内的品牌商牵线搭桥 目前整个合作的品牌方我们统计的最新数据是大概5000家以上 我们长期在合作的应该有2500家以上 钱帅是一位脱鞋生产公司的负责人 2019年以来 这家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在东南亚和美国进行海外市场的拓展 但一直是小批量碎片化的小订单无法形成报品 为此钱帅一直很发愁 直到去年跟欧阳天的公司合作后 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我们东南亚的这个越南市场通过跟他合作 我们可以快速地从大概一个月100万 能够快速发展到一个月300万 销售额的增长让钱帅尝到了甜头 最近钱帅有了更大胆的计划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红人的这个营销的发展 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相信红人 相信红人营销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才会决定要牢牢抓住这些机会 在国内像钱帅这样 想借助跨境电商把产品销往海外的商家越来越多 面对客户持续增长的需求 欧阳天他们需要加快 在全世界接洽有合作意义上的网络主播 目前我们整个平台上有3000万的红人数据测资源 虽然快速建立起的海外主播资源库不断扩充 但依旧赶不上国内商家的需求 这让负责运营的杨涛压力山大 他一度每天要接待几十个前来咨询的商家 他们想做网红营销的需求 但是我们靠人力其实我们是服务不了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萌生了 通过技术手段 然后通过系统来服务更多的中小卖家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能够更加便捷地跟大人去沟通 很快杨涛他们打造出了一个海外主播营销平台 通过对网络平台主播资源的对接筛选 标签化运营及市场营销 为中国品牌出海赋能 国内商家可以在平台上选择心仪的海外主播 直接沟通合作 海外主播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展示自己的作品和专长 以便获取和国内商家合作的机会 目前这个平台注册用户约有5万人 在最新版的平台上 杨涛还加入了支付功能 方便商家通过平台 直接将费用支付给看好的海外主播 因为我们平台里面的达人都是全球的达人 选择使用支付的时候 需要介入的支付系统 既能在美国做支付 又能在澳洲 然后西班牙 东南亚 各种支付场景你都可以支持 随着跨境电商走出国门的脚步 越来越快 巨大的跨境支付需求 也让另外一些中国企业看到了商机 向小盈是这家跨境支付公司 服务贸易板块的负责人 从2023年开始 这家公司就布局了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支付场景 包括跨境物流 跨境广告投流 跨境行旅 留学缴费等板块 今天它付了 最快今天下午能到 慢的话第二天能到 就是能够大大的缩短 它资金准备的这个周期 从传统的这种支付方式 转移到数字化的这种支付上面来讲 对于我们服务的这些企业 像物流服务商 其实我们是很大程度上面 帮他们去降低他们成本 提升他们的效率 不论收款还是付款 不同国家和地区 都会要求必须获得当地的牌照 才能合法合规进行资金处理 因此支付平台拿到的牌照越多 在全球的覆盖范围越广 才能更有竞争力 截止到今年 我们现在已经总共是有65张牌照和资质 我们的牌照覆盖了美国全境50个州 然后包括英国 包括卢森堡 包括巴西 包括泰国 东南亚 泰国 越南 这些地方我们都拿到了 这个牌照或者资质 2024年上半年 向小营所在的公司 总收入达到3.72亿元 同比增长21.9% 全球支付业务 总支付额达到1023亿元 同比增长35.4% 截至目前 可提供服务范围 超过100个国家及地区 并支持使用超过130种货币进行交易 累计服务客户数量超490万家 除了跨境支付 跨境物流 也是服务跨境电商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这家物流公司的车辆刚刚抵达机场 正在卸货 准备装机发往美国 像现在后面正在卸车的 就是平台发往芝加哥的货物 大概有6吨左右 在这里进行一个卸车 进舱这么一个作业 我们现在每天的出口量 估计在30吨左右 也就是这样的车的话 大概有五六辆 蒋英告诉我们 接下来的双十一 叠加美国的黑色星期五 以及圣诞节 将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 每天的出口量 预计会达到100吨以上 2018年以来 蒋英所在的物流公司 就开始和国内跨境电商平台合作 融线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 每个月跨境电商的发货量 在1000吨左右 今年以来 跨境电商整个的势头相当猛 就我们公司的数据看到的是 1到8月份 我们的跨境电商出口量 增加了101% 整个的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出口金额是1.2亿美金 为了加快跨境电商包裹的流通速度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打造了全国首个多层结构 加智能化的国际货站 还通过加密全货运航线等举措 大幅提升空港货运容量和运货能力 截至目前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累计开通全货机航线27条 其中12条航线绑定的是 货油吞吐量排名全球前25的海外机场 为浙江乃至长三角电商企业 加快布局海外市场 提供强有力的国际物流支撑 我们将海关的监管作业链条 嵌入到企业的物流作业链条中 依托智慧海关建设 比如像使用一些智能同频比对 智能审托 智能分解 进一步来压缩海关的通关市场 确保所有的跨境电商货物 能够即到即查即放 眼下杭州正在致力于打造全球跨境电商的创新高地 2024年9月 杭州市加力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行动计划提出到2024年底 全市跨境电商出口同比增长20%以上 出口额提升至650亿元 到2026年底 全市跨境电商出口总量提升到1400亿元以上 较2024年翻一番 为了助力跨境电商新业态的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 前江海关大力支持 在跨境电商进口保税舱内 开展跨境电商直播销售活动 目前已开设6个区内直播舱 今年共直播场次338场 实现商品交易额超2亿元 跨境电商出口总量占空港口岸 货运出口总量的近70% 日均约有40万单 今年以来 助力小山机场 开通全货机航线有4条 实现了全货机航线常态化运行 总共有16条 主要还是出口方向 主要在欧美市场和东南亚市场 跨境物流体系的建设 还离不开海外舱的布局 商务部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7月 我国已建设海外舱超2500个 面积超3000万平方米 作为跨境电商重要的境外节点 海外舱千仓万库的时代 正加速到来 在美国这个面积 约11万平方米的仓库里 工作人员们正在忙碌地 把来自中国的货品 收获上架 打包出库 这是由中国企业设立的 一座海外舱 这家企业的总部位于浙江宁波 主要业务是制造智能升降桌椅 2013年 他们开始尝试自建海外舱 2019年 觉察到跨境电商高速发展 就重资产投入海外舱建设 正好赶上了2020年 跨境电商紧盘的机会 也是在这一年 他们把自己的海外舱对外开放 开拓了公共海外舱新业务 我们一开始就是在旧金山这边 有自己租用的一些仓库 然后来在美国进行了一个多点的 补仓 以及到现在我们其实在美国有十多个仓库 然后在英国 德国 还有日本也有自己的仓库 现在是有17个自营的海外舱 海外舱业务目前已经成为企业新的营收增长点 今年上半年 企业营业收入24.27亿元 同比增长44.64% 其中海外舱业务贡献了大头 占比约65% 原本的副业如今成了这家生产智能桌椅企业的 一个重要利润增长点 现在企业的高管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 都在世界各地出差 不断拓展海外舱的业务 我有半年的时间在中国 有半年的时间我需要到处看仓库 台湾舱业务已经成为乐歌的第二成长曲线 成为不仅服务了乐歌自身业务的成长 那么更是为我们宁波 为我们浙江 乃至华东 乃至全国的跨境电商从业者们 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基础设施 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几乎都是超过方倍的增长 随着我国跨境电商生态圈日益完善 营销 支付物流 海外舱的环节 已涌现出一大批优质服务商 在千年商都广州和跨境电商相关的服务产业 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双十一 然后整个这个保健营养包的这个预售的价格 其实要怎么来定 广州的这家企业主要业务 是为海外消费品牌提供跨境电商综合解决方案 张亚琪在这家公司负责一款海外保健品 在国内电商平台的营销 眼瞅着双十一购物节即将来临 这几天她忙着和团队成员商量营销活动 我们的角色其实就是帮助海外品牌 他们在国内的这个跨境电商平台上面 去创建这样的一个店铺 面向我们国内的消费者 然后呢 他这个店铺上面的所有的运营细节 其实都是由我们去操控的 对 然后我们来决策 张亚琪所在的这家公司主要业务 是拿到国外品牌 在国内的线上代理权和运营权后 在国内进行营销获取订单 目前业务范围主要以母婴用品 保健品为主 代理的品牌涉及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样的服务也被称为代运营服务 这个国际品牌的话呢 它其实对它来说 它已经有传统的经销商 在做一些这种货流 物流方面的一些工作了 那现在它更需要的是 能够在新庆的电子商务 自播 然后这样的一些业态上面 它需要更多的服务 来去满足它的需求 今年双十一 张雅琪他们要完成 两千万元的销售额目标 这是平时销售额的四倍 同样在备战双十一的 还有公司的直播团队 直播间里主播正在讲解这款国际品牌的洗发水 负责厂控的杨敬越紧张地盯着屏幕 时刻关注着后台数据和直播评论 这是双十一预热的第一场直播 我现在做的项目就是国外某个洗发水 然后它其实在大促越的话 要求是要达到一千万的业绩 在直播平台上 杨敬越他们为代运营的每个海外品牌都开设了店铺 每天都会有固定的直播 一个月里也会请四到五次粉丝量较大的达人主播 帮忙进行助力直播 除此之外 公司还有多个短视频制作团队 你拿个枕头垫一下吧 垫一下它 不太够高那个位置 这间不到三十平米的摄影棚 就是编导郑丹妮和同事们的工作间 虽然地方不大 但团队成员不少 项目组共有三个编导 两个摄影和三个剪辑 共同维护三四个海外品牌的短视频账号 我们上个月的话 我们的目标是一千五百万 这个月的目标 双十一的目标是三千万 2023年 这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6亿元 同比增长12.25% 2024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7.87亿元 同比增长33.08% 如今 跨境电商已成为直接链接全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新桥梁 广州是我国跨境电商领域的先行者和聚集地 2014至2023年这十年间 广州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长了136倍 其中进口连续十年未居全国第一 这份成绩单背后离不开日益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圈 走近位于广州南部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位置的南沙综合保税区 跨境电商企业的仓库内 百余种商品正有序上架 成千上万个包裹从传送带上划过 工作人员正熟练地打包装车 目前广州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主要为食品 化妆品 皮革制品 涉及税号1075个 进口来英国和地区达到163个 覆盖全球五大洲 企业在卖全球中发展 消费者在卖全球中受益 今年来 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愈发丰富 视频游戏设备 滑雪用具 啤酒 健身器材等热销商品 先后加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与此同时 国产潮流服装 服饰香包等 快时尚零售商品在线订货消费模式 广受海外消费者青睐 但快销屏网购常因尺寸不匹配 消费者对穿搭效果不满意等原因 需要退换货 跨境网购退货难问题 一度成为困扰消费者 和跨境出口企业等难题 在综合保质区仓库内 一站式完成拆包分解 上架存储 复运出口等业务 还支持企业将境外退货商品 与跨境电商出口货物 同仓存储 荷包配送 及汇运输不仅降低了 企业在境外设置退货仓的成本 还为企业节约管理和物流成本 进一步完善了跨境电商出口产业链 作为国家跨境电商试点城市 以及第二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广州在2014年就打造了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2020年 这个平台上线全国首个 电商出口退货功能 让跨境电商商品出得去 退得回 如今 依托跨境电商特殊区域 出口退货政策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 还可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外的 物流仓储和管理团队融合到同仓运作 推动极拼出口商品物流管理成本 降低30% 到今年 广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已经运行10年 实现了跨境电商业务类型全覆盖 建立了完备的线上线下平台联动模式 支持超过600万至800万每天的 最高业务处理规模 服务企业超过6万家 累计贸易总额超5000亿元 下一步我们会大力促进 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深度融合发展 围绕跨境电商重点企业的业务需求 探索新型的服务模式 为产业出海提供更加安全高效便利的外贸中和服务平台 来促进和加快我们的产业对接和落地转化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长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 从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和挖掘到全球化的供应链营销体系 再到跨境支付物流仓储 跨境电商在实现货物买全球卖全球的同时 也在不断对外输出相关的服务矩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 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融合发展 我们期待跨境电商这种经贸新业态 不断打破传统贸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 为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出海 闯出新路子 撬开大市场